哈啰,我是阿杰西 这次要来来的 五十世界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 《血观音》 本片不仅只得了最佳影片 还获得了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与女配角 绝对是非常惊人的成就 得奖后也在电源卖得超好的 《血观音》会成功不外乎导演大胆的呈现手法 剧本的细腻程度 以及演员们撕心裂肺的震撼演出 首先,导演在得最佳影片的支持时 有说到《血观音》的剧本是个暗头本 意思是这个剧本可能只会被放在书柜上面 不会真正被拍出来 而在看完本片后 我能完全理解导演的意思 因为《血观音》是一部很难完成的电影 剧情繁杂,人物众多 更要去经营三位女主角的心境转变与成长 光想了就觉得累了 然而杨雅哲导演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 而抛弃了本片应有的发挥空间 而且更将故事发光发热 在片头,电影就用着念歌的方式 建立好本片特殊的口吻 你可以说这是标信利益或是卖弄花招划众取宠 但我认为这也是另一种有意思的说故事方式 因为《血观音》时不时就会利用到一些台湾的传统文化元素 不论是在角色间的对白中 或纯粹只是他们的打扮 也都能感受到本片浓浓的道地台湾味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血观音》的台词也非常耐人寻味 而这一点得归功于导演擅长利用伏笔这个技巧 怎么说呢? 像是某些角色在电影中讲了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话 在电影后面又以同样的字词却完全不一样的意涵出现 看似日常的对话 在故事进行后却演变成了威吓的话语 看似温柔的安慰 在电影结尾却转变为最诚挚的人生教会 像这样精彩的台词设计 让本片的看点又提升了一层楼 关于伏笔方面 写关于所有的伏笔看起来都不像伏笔 在一些看似没有什么分量的桥段里 却暗藏着剧情中最重要的转折以及内涵 所以观看本片时我认为也要格外的认真仔细 才能完全看懂导演所要表达的事物 以及错终复杂的故事的完整样貌 在写关于结尾电影不仅把故事的头尾做了一个交代 更把角色的心理层面推上更高的层次 使观众对于本片的苦涩阻止更加无畏杂成 剧本的原创性让写关于的故事走向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也同时让角色的所作所为令人捏了一把冷汗 再来我们来聊本片最重要的三位女主角 由慧英红饰演的唐夫人 是一位在政治上之间游走的一种大姐头身份的古董商 故事的导火性也是源自于她在业界中的明镇暗斗 由这样的设定你可能会预期看到一些很做作的勾心斗角 或是烂情的耍心机剧情 不能说写关于完全没有这些人数 但是导演却让这些剧情用于强调主角们的心境 让我们看到完整能复杂的女人心 尤其是唐夫人那种控制于过剩以及处事劳练的态度 慧英红所诠释出来的心能手辣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这家女主角真的是实至名归 大女儿唐宁由乌可西饰演 适合跟在唐夫人身边多年而被当成花瓶兼工具人的角色 尽管我认为故事给她的琢磨最为意料之内 但这不代表电影没有给她一个完整的角色刻画以及心境转变 在电影一开始时 你会认为这个角色性格与内涵非常的单一而平面 但随着时间过去 你开始会了解唐宁的身世背景 慢慢明白她的痛苦与不可告人的脆弱 看她怎么在这个肮脏的环境中 挣扎也是故事很有意思的环节之一 唐宁也在故事中扮演着 连结唐夫人和小女儿唐真的关键角色 甚至是推动复杂剧情前进的重要人物 或是换句话说工具人 小女儿唐真由文琦饰演 得到本次金马最佳女配角的殊荣 不得不说 文琦能在小小年纪就发挥出如此复杂 而且成熟的演技真的是令人佩服 不止如此 剧本的内容更要她诠释一些 不该在她这个年纪就接触到的事情 而这一点也让我能谈到 为何唐真是我在写官艺里面最喜欢的角色 绝对不是因为我喜欢小女生 不是不是不是 在唐真的戏里 时不时电影都会以抽象的画面 来呈现她心里的各种感受 不管是不安或是恐惧 或甚至只是她不切实际的想象 当本片有梦境般虚构的桥段时 都是在描写唐真的 导演会想用这种手法 正是因为唐真还只是一个 正在学习与成长的小女孩 她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错误 该听唐夫人的话还是唐宁的话 她甚至连现在的感受是什么都无法解释 更何况她是身处在这么一个腐败可怕的家庭里 利用这种抽象概念的画面 最能表达唐真那种无可名状的复杂心情 本片当然也不是毫无缺点的 我认为《血观音》最大的缺失是在剪辑上 扑送迷离的剧情运用到了不少道序手法和回忆片段 但有时来来回回在这些故事线上 真的是让故事太灵散了 过多的配角也让少部分角色描写很单薄 而且让人容易忘记 甚至有些小角色的演技有点令人出戏 我觉得本片可以再长一点点或是删掉一些角色 不过这些当然也只是小问题而已 总而言之 我非常推荐各位去看《血观音》 她有令人耳目一心的角色和精彩的故事 觉得是很有水准的一部国片 希望导演可以继续拍出震撼的电影 拍个《血观音》或《血妈祖》也行 以上是我的短评 谢谢你的收看 你喜欢《血观音》吗 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 喜欢我的影片也请分享与订阅 我是阿杰西 我们下次见